Hello,大家好,我是短腿 油炸可能是很多小伙伴童年的记忆 之前做糖采在油炸铺的时候 就有很多小伙伴希望我能推荐在成都的乐山油炸 不过没去过乐山实地吃过的我 不敢贸贸然的推荐 终于在吃油炸吃到上火的时候 发现了一家我个人蛮喜欢的店 来的时候店家刚开门 都还未准备就绪 菜品的新鲜度很好 看见我拍的时候 老板还一度以为是同行 说拍可以 但要拍得好看些 可能前来偷试的人太多了吧 抬头呢就看见了这个告示牌 想来老板也是个可爱的人 占叠三元 千千的无论荤素一块二一千 选好了菜交到老板手中 炸的话不同的食材有不同的油炸时间 当然也会问客人喜好的油炸程度 还会细致到问吃得快不快 如果吃得慢的话呢就分批次的炸 乐山油炸的魅力对于我来说 个人的感觉可能是在每家不同的油上面吧 除了菜籽油还加入了卤油 就是咱们一般炖肉用的各种香料 也都会拿过去炼油用 我比较喜欢的是出品的时候 没做任何的调味 这样呢就会有机会吃到用 多种复合香气的油炸出来的味道 整体来说 素菜基本上可以吃到蔬菜鲜甜的本味 炸的火候掌握的不错 在一个我很喜欢的临界点上 熟得刚好的时候 蔬菜的鲜甜度最足 少一些虽然爽脆 但不够饱满 吸油的茄子最能凸显炸油多重的味道 之前没发觉的鸭油香气 吃的时候就变得非常明显 而这种嫩的滴水的质地 可以说是非常的爱了 蘑菇外面有酥脆感 里面还是软嫩 苦瓜意外的很搭他们的炸油 魔芋被小太阳炸得好像蟹柳一样 第一次吃油炸的魔芋 可以和我心里的黄粮粉并肩了 作为北方人 哪怕到成都这么久 但每次看到玉米串的时候 也都还会感叹南方的惊喜 炸到这个程度的莲花白 以及放到最后也好吃不腻的不辣青椒 让我一喜之前吃到不好吃油炸的不快 荤菜的话是我吃这么多洛杉油炸里面最新鲜的一家 但马料的味道重了些 在料的选择上虽然还好 但绝对可以做得更好 现在的话有些遮住了本身不错的食材本味 略显可惜 不过用来下酒还是不错 尤其是这份大牌 吃的时候忘记拍了 等想起来的时候直升了骨头 鸭肠 掌中饱 以及小鸡翅尖都很不错 推荐试试 炸馒头让我想起了小时候那种 蘸炼乳的金银馒头 是每次吃饭都最期待的存在 如果要是有炼乳的话 估计我会开心到哭 之前朋友决定来这家 就是因为看到了他们家有各式的炸虫子 现在的话呢 没残佣了 店家说炸那个味道太大 整锅油都会变成那个味道 所以就选了竹虫和金铲 竹虫炸酥了 就是下酒好菜 店家建议用他们家更辣的一种辣椒面 蘸起来 说回这个蘸蝶 基本的辣椒面香气不够 整体没什么记忆点 后来的这一勺对我来说是魔鬼的辣度 但辣中有清新的香气 很能提味 如果能吃辣的小伙伴呢 可以尝试一下 再说回这个竹虫 因为很有劝退性的外貌 让很多人不愿意去尝试 不过富含高蛋白氨基酸的它 经过高温的油炸 相较于其他的虫子类型 它的味道就是那种很简单的 蛋白质的香浓 口感上呢也更干净酥脆 金铲的话吃起来 就不如竹虫舒服了 老板问要不要吃土豆 藕片 没想到这两种居然是现片现炸 不泡水的操作 我个人很喜欢 毕竟淀粉中也有那鲜甜 泡过水的就总觉得缺了些什么 炸的呢可以要求火大一点 或者火轻一点 我喜欢稍微轻一点的这种 炸的不过分 但是有油香 一边吃一边聊天的店家 在保证现有品质 以及出品的同时 也透露着无奈 说是可能年后就不开了 不知道是因为客流小还是做这一行太辛苦 老板本质也不在此 凭着爱好情怀开启的店 还是需要一定的精英手段 毕竟一定要能合理的变现 才能更好的可持续发展 整体来说呢 如果在老板还没关门的前提下 是会带着朋友们去的一家小店 周边的朋友 或是喜好油炸的朋友 近期可以前往去试一下 也祝愿有情怀之人 可以找到维系情怀的方法 这也是短腿 感谢您的观看 喜欢的话不妨点个赞 投个币加个关注 以及常回来看看 那我们下期再见